一起就好 對 你們都一起 你們都一起 登記名字 電話和地址 因為新北市三重建案旁 兩棟公寓大樓突然傾斜 住戶第一時間只能趕緊疏散 當然是 他要幫我們看結構啊 在技師和消防員陪同下 一戶一戶進到屋內收拾東西 保護時間把貴重物品拿出來 家就是我公司的 我開的就是公司地址在哪裡 我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如果房子有什麼問題 那我公司行他的地址 是不是要變更呢 還是要怎麼樣 雖然屋內沒有明顯軍列 但是住戶已經不敢再住 這一回房屋傾斜沒有立即性危險 預防性撤離 42戶73人安排到附近 旅館安置 我大概就是一般上班 準備要的物件 然後貴重的東西 其實我因為是承租戶 所以我都不會放裡面 工地這種事情 司空見慣 只是大家平常沒有去準備 這樣的情緒而已 租屋近20年 頭一回遇到這一種狀況 雖然已經跟房東反映 但是短時間內想安穩住下去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不管短期的安置 後續的球場 跟最後如何讓這一棟的住戶 或是隔壁兩棟的住戶 能安心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後續要不要做 這個中長期的一些規劃 近百位住戶有家歸不得 心裡再多無奈也只能先往肚裡吞 三天新聞 陳一祥 星儀 新北 最訪問